這個花的擺設很美 我現在去到這個 應該由西餐廳來的 挺大塊 他們的一碟東西是一個 一份是一個 拿了兩份蛋撻 兩份 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裏是廣州市的環市東路 這裏就是白雲賓館33層 斜對面就是友誼商店 我後面就是花園酒店 花園酒店今天做特價 荔灣亭二人套餐198元 點心飲食 今天過來喝個夜茶 現在我們走進去 花園酒店這四個字 是鄧小平看的 前面就是一個噴水池 我走過去拍給大家看看 夜色裡的花園酒店很漂亮 這裏就是花園酒店的正門 現在我準備進去拜堂 這裏是燈色影射之下 真是很漂亮 我拍一下上面 哇 花園酒店的入住率都頗高 有很多房都著了燈 花園酒店是1985年8月28號落成 由這幢旋轉門進去大堂 由這幢旋轉門進去大堂 在大堂正門的位置 這是中國五星級飯店的標誌 這裏是前台 我打算在這裏進去 進來酒店大堂正對面的櫃台 後面有一個以紅柳夢為主題的鐵金彈力石畫 上邊有一個相信是中國最大的龍器珠的燥井 右邊有一個電梯上去 右邊有一個電梯上去 現在我把鏡頭拉回後面 後面有一個咖啡廳 然後左邊有一個很標誌性的旋轉木樓梯 這個是花園酒店的標誌性設計 在大堂上 我相信是有一個風水元素在裏面 現在看看 我拉近它的樓梯口去看看 這裏就是樓梯口 我換個角度拍拍這套木樓梯 是很有特色的 我用這個角度拍拍這套木樓梯 這裏就是HSD咖啡廳 右邊有一些服裝店鋪 在這個咖啡正對有一間日本餐廳 亦有很多客人在酒餐 還在拍這套木樓梯 現在先拆回頭 這裡有一間花點 這裏就是 用這個角度拍一拍到酒店的建築櫃 這裏就是這一個酒店的櫃櫃櫃 中間的花擺設是很好看的 我走上去拍給大家 這間花擺設很好的 應該是瀑布餐廳 應該是瀑布餐廳 慶圓春還是滲圓春 這個字我不是很懂得讀 這裡是瀑布餐廳 這裡是瀑布餐廳 日後看可能會比較漂亮 這裡是正門 要欣賞瀑布的話 要進去酒餐才可以 右邊是瀑布餐廳 很多客人在酒餐 我上二樓看看 由這裡上去 左邊是瀑布餐廳 看到很多客人在酒餐 餐廳的昏迷很漂亮 現在我要上二樓 二樓這裡有個餐廳叫桃園館 桃園館是桃園結義 樓關章三角為主題 桃園館 今天我不在這裡喝茶 今天去瀑灣亭喝茶 再拉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右手邊有個橡白蛇錨 右手邊有個橡白蛇錨 現在我走過去這邊看看 我站在二樓這裡 看大堂 這個大堂添花的草井 我現在再拍下來 拍大堂的景觀 右手邊是木布餐廳 我們上來的時候 這裡是旋轉木梯的出口 這裡放了一個很漂亮的裝飾 我上去三樓 三樓有一個是空中花園 還有一個是花園酒店的博物館 走到三樓這裡可以浴 在這裡可以看整個瀑布 人工瀑布的景觀 原來夜晚的人工瀑布在燈光打射下 是很漂亮的 我現在去荔灣亭喝茶 在這條酒廊裡 展出一些當年興建花園酒店的領導人的照片 以及一些批覆的文件 這裡已經是一張江澤民政府文件的覆引件的批覆 這張是楊尚昆匿鄧小平的題字 給廣東省領導 起鵬 起鵬在1985年1月時來視察拍完酒店 前面是荔灣亭 在這條通道有很多古典的傢俬在賣 這些公仔 這些傢俬很漂亮 裝飾很漂亮 古色古香 這些貴 沒有標價 有幾個客人在等位 等到睡著了 擺設很漂亮 這個好像唐三彩的燈 這裏就是荔灣亭的門口 在荔灣亭的門口 放了一個很大的舊式的水壺 整個裝飾都掛滿燈籠 很漂亮 這裏放了一些公仔 我們走進去 我們走進去 回復西關禮灣的風情 這裏已經放了一袋花 在櫃裏放了一些茶具 這裏是怎樣申報的 左手邊的位置 左手邊的位置 就捧照西關的小艇 這些客人就好像在庭裏面 坐 在這裏 一直走進去 很漂亮 這邊就是點心部 應該是屬於精典的類 全部都是一些廣州的元素 這裏再拍一下 那裏 那裏那裏 那裏那裏 那裏 那裏 這裏有一個大艇 麗灣亭精選 任吃點心菜單 換言之 就是這些 裏出來的菜單 就是 你喜歡怎樣吃就怎樣吃 蝦餃 牛仔骨 燒賣 排骨就走不掉 這些就是叉燒酥 慢慢吃 我先試蝦餃 蝦餃就不太大 不過呢 就看我有沒有吃 如果沒有吃蝦餃的話 就一定是正的 這蝦很鮮 而且很鮮甜 嗯 好餓 吃多謝 它裏面是加了些 蔥還是芹菜 是肉 是蝦 嗯 它們的一碟東西是一個 一份是一個 拿了兩份蛋撻 兩份春卷 變了一個一個 上眼 看看有沒有吃 先試一下春卷 就在吃 吃 是 有 有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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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撻的蛋黃色比較黑 比較黃 蛋撻的蛋黃色比較黑 那就說無法 看看一些煎餃 兩隻 似乎不是煎得很透 似乎不是煎得很透 我們來得遲 很多其他客人都差不多走 餃魚味道可以 煎得不太透 牛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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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大塊 挺大塊 牛仔骨挺大塊 剛剛蒸出來 牛仔骨試試 牛仔骨 食物很大塊 好嫩 非常濃厚 好嫩 不太好吃 不太好吃 好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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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吃 好嫩 你可以吃宜家骨 嗯 吃到這碟排骨 我覺得這間花園酒店的98合放題 點心是有意做個碟頭低一點 吃吧不要緊 客人如果拿的時候 一個一個就預約兩碟比較好一點 像這碟一樣的排骨的話 小碟一點 嘗嘗排骨 剛剛蒸出來 新鮮熱 排骨很新鮮 味道很棒 全部是尼骨 食材不錯 放不到入嘴 嘗嘗糊豆 糊豆一夾就知道很粉 好 吃完 喝完茶 下來 慢慢大堂這邊 原來有個國際會議中心在這裡 準備走了 這條影片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